还有我要介绍一下我们的这个桌立 我们这个桌立呢 我们每年都会应这个桌立来意卖 那今年我的构想就是说 我要用一个小图介绍 它刚开始来的时候 我们不能弄太可怜的 所以还好 就是它比较小的时候 然后它的一个简单的故事 然后它长大以后它幸福的故事 这只狗叫做四物鸡 我不知道为什么它们要取名叫四物鸡 它就是被救来的时候 它们也是后面两只脚就残废了 那医生评估以后 因为你留着半截脚 它重量比较重 而且它顶在地上也会受伤 所以它就把它整个截肢 它只剩下两只脚 网站上面它吃饭是用一只脚吃 另外一只脚是它像超人一样 用单只脚吃饭 那它的个性也是很活泼 所以它在年初它就被送出去了 它送出去以后它非常的快乐 你看那个妈妈对它很好 我们在送狗出去以后 有些人也会质疑说 送狗出去是不是也会被抛弃 所以我们对于这方面 我们做得非常的严谨 除了当时我刚刚讲的 我们在慎选领养家庭以外 我们还会 Johanna它在今年花了一个月的时间 三月的时候到美国各地去拜访 任养我们这些动物的家庭 我们有把这个做成影片 放到我们的Facebook上面 那这只狗呢 它的主人带它到复健中心去做复健 有那个照片 那只狗每天就去那里 然后就在那个水寮 它侧面是透明的 它在那里走路 所以它现在已经可以走路了 真的是非常感人 所以我常常 有机会我就会把这个组织 要向我的朋友介绍 希望他们去 做一些事情 有钱出钱有钱出力 如果他们愿意兼钱 当然很好 如果他不方便也没有关系 他可以把这个事情 告诉他的朋友 因为每一个人所诉求的 服务对象是不一样的 那我自己选择了这个工作 我觉得 我做得很愉快 我觉得虽然说很忙 因为 自从开始做这个以后 刚开始千头万须 因为不知道怎么做 所以我每天 我平常每天都六点钟醒来 我自从做了这个工作以后 我五点半就起来了 我常常都说 上帝五点半就叫我起床 让我来思考说 要怎么做 那现在一年了 我觉得 目前都还蛮顺利的 因为我们 除了我们的员工都很好以外 那也有很多很爱心 有热心的人 像我刚刚讲的 我们的 任养活动 需要很多人来帮忙 都会有很多固定的人来 然后我们的这个下乡绝育 全部每次出动 我们这个下乡绝育 有一个基本的就是 大概是要五十支 要五十支我们才会去 因为要花很多的人出去 人力 那每次如果五十支 大概需要有 几乎要二十个人 医生可能需要七八位 十位 那义工也需要 这些完全通通都是义工 他们都是不知心的 我们会买器材 就是要提供给他们 要材 我们会带去 那其他都是由义工来做 那像这个境外送养也是一样 这些人都是义务的 所以很多 我们需要很多的人 你不一定要喜欢狗 可是你可以帮助这个组织 让它为社会做更多的事情 套具我们协会常用的话 我听那些不会说话的毛毛狗狗 谢谢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